今天呢 周爸爸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来 掌声有请 看你的眼睛 我们是从农村里面来上海的 觉得一路上经过了很多的风风雨雨 它真的很不容易 又要照顾我 要照顾安心 还照顾整个家 真的 我说老师你辛苦了 真的 真的很感激 我都觉得应该给你那个 真的 谢谢 谢谢你们 干嘛呀 真的 我想问问安心妈妈 平时安心爸爸也经常会这样去表达她的感情吗 她不太善意表达 她是实干了 非常有报道性 就是把我当女儿一样的 就是这种感觉 那安心爸爸你觉得安心妈妈在你心目中是一个怎样的女人 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 她是一个极度要求自己和别人完美的人 近战近美 对 近战近美的 那刚才妈妈也说了 就曾经安心 觉得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那作为爸爸 当时你在想什么 什么叫幸福 只有我们经历过痛苦以后 一点点的东西你都会觉得很幸福 好